唐二哥狠狠地瞪了那高僧一眼 我告诉你 问你什么你就说什么 夫人 老大的拳头在他面前晃了一晃 高僧现在一点也不高了 一个劲儿的装小鸡呀 终于找到了一个有座位的房间了 傅明杰扶着王兴雅坐了下来 唐柔似乎对自己开着大叉的裙子 完全不以为意 居然懒洋洋地翘着二郎腿 坐到了傅明杰的对面 你那个大汉是怎么回事 一五一十 也许不能少 还是问正事要紧呢 是是是 高僧使劲地揉着脸 一会儿揉成苦瓜 一会儿揉成习惯 这个啊 大约在十天前 有一个大汉找到我 问我想不想做一笔大买卖 大汉长什么样子 他戴着口罩和墨镜 我只知道他的身材很高大 差不多比我还高半个头 皮肤很黑 这样的大汉并不多见 傅明杰的心里 第一时间想起的 就是自己在陀螺办公室 打倒的那个大汉 皮态特征 他是完全符合的 接着说 是是 高僧继续揉脸 我问他是什么买卖 他什么也没说 给我看了一个箱子 箱子里全是钱 说他这里的时候 他的眼睛突然发出 夺目的光彩 少说 少说也有两百万 娘的 都是财迷啊 你们也知道 一般情况下 谁也不管是什么买卖了 高僧苦笑 结果他居然告诉我 只是让我驱鬼 你们也知道 这是我的本行 我焉有不答应的道理 于是 他先给了我一百万 说还有一半 事成之后 然后呢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 他今天早上 给我打了个电话 只要我做一件事 唐柔眯了眯眼 什么事 他给我仔细描述了 你们三个人的外貌 然后要我 让你和那位女施主 跪在指定位置的扑团上 那个位置 是金蜡笔画在地面上 并且 要用 你们一定要 保持我告诉你们的姿势 姿势 身子挺直 双手放在膝盖上 傅迷接突然想起 技能养成器 第一次传出的保护电流 让自己向后扬倒 并且有一阵禁风拂灭 那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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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了 我就是被告知 让你们保持这个姿势 然后自顾自 进行自己的驱轨仪式 其他的 我 什么我都不知道了呀 噢 当当 有人敲门 进来 汤柔道 一个士兵推门而入 报告 线上查看完毕 汤柔站起身 好 我们这边过来 把他吊上去的 就是这个铁丝环 唐二哥手里拿着的 正是从王兴雅脖子上 取下来的铁丝 这种铁丝虽然很细 却极坚韧 若不是当时带着枪 又有唐柔的准头 仅凭人力 是弄不断的 除了被小柔打倒的 铁丝环之外 在横梁上 还有另外一个 负名皆眯了眯眼 此时 屋内已经临时 安装了几个大灯 光线充足 可以看到 那个铁丝环 完好无损地 吊在房梁之上 这两个环 就安装在 房梁的固定位置上 是伸缩性的 从房梁上的勒痕 可以看出 拉上去的时候 速度很快 而且力道十分惊人 就算是一头牛 也能被拽出去 用不了五分钟 也一定窒息身亡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正是 自己跪的铺团位置 这个铁丝环 正是给自己准备的 你大爷的 说不是当时 有技能养成器的电流 自己百分之一万二呢 变成吊死牛啊 当时那阵禁风 正是铁丝环收上 去是发出的 这要是被套住了 不开设想 不开设想啊 光明杰擦了擦 额头上的冷汗 看了王兴亚一夜 王兴亚低了头 身子微微颤抖 也不知在想什么 屋里有一个 很隐蔽的风扇 看 就在这个位置 风扇虽然不大 但是功率不小 突然启动 能造成很大的空气对流 这个风扇果然很隐蔽 居然装在香岸的后面 正对着的 正是香岸上的蜡烛 难怪突然阴风阵阵 还一下就把蜡烛吹熄了 还有这个 唐尔哥伸手 从一个盘子里 取出一个圆乎乎 类似摄像头之类的东东 这东西不是摄像头 目前还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就像嵌在横梁的正下方 后面应该有一根导线 但是被人扯走了 既能样成器 系统正在查询 这是最初级的全膝图像发射端口 用于呈现图像的全角度画面 有立体感 但色彩和清晰度方面有所损失 其改造技术应该加入 行 行了 我明白了 全膝图像 这个是发射全膝图像的东西 后面就笑得比黄莲还苦啊 这东西就是女鬼啊 哦 唐柔睁大了眼睛 将那个圆乎乎的东西 拿起来上看下看 女鬼在哪里 不会再有了 后面就叹了口气 这个是发送全膝图像的发射端口 刚才我们看到的女鬼镜像 就是从这个端口发射出来的 全膝技术 唐柔一正 这种技术在国际上 都还是处于军用技术阶段 并未向民间开放 只有国家军方才有资格使用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唐二哥眉头紧促 这么说 你们是招日到一个大麻烦了 不错 是个挺大的麻烦 这个麻烦 马上就会有很大的烦恼 因为这个背后捣鬼的人 正在浮出水面 手荡其冲的 就是陈强 这个高僧的名片 是他亲手交给自己的 思路基本上已经理顺了 这是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 惊天大局啊 从头到尾 就没有什么女鬼 所谓的见到女鬼 大都是见到了全膝影像 误认为是女鬼了 一开始 幕后策划了这个人 就设下了一个陷阱 通过种种手段让自己相信 自己被一个女鬼缠身了 这个所谓的种种手段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死人 而这一点 自己到现在还是不明白 因为这些人 不是意外 就是自杀 意外嘛 勉强还可以解释 自杀呢 傅明杰可是眼睁睁地 看着那个印度阿三 用刀割了自己的脖子呀 这个问题 唐柔似乎和他想到了一处了 一起看了王兴雅一眼 这个问题 也只有他才能解答了 从他风采抢着要死 和印度阿三原本 就是他的朋友两点 可以推断 这件事 他早先必然知情 所谓的什么 在街上看见女鬼 在家里看见女鬼 自己有一双特殊的眼睛等等 等等 都是为了让自己相信 世界上有鬼 而且的确有一个女鬼 在跟着自己 但是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明杰 你的运气真好 这个铁丝环 唐柔故意顿了一顿 若是把你也调上去 我明年的这个时候 就要给你烧纸钱了 某人连连点头 记得多烧一点 免得我在下面不够花的 唐柔叹了口气 一个人不珍惜 自己的生命是悲哀 还要夺取别人的性命 就是罪孽深重了 王兴雅终于忍耐不住 抬起头 眼眶中含着泪水 我 我不是有一样 要害福先生的 那个人从来没有告诉我 他究竟要做什么 那个人 负名杰和唐柔对视了一眼 一起到 那个人是谁 王兴雅抱着头 蹲在了地上 半晌才难难道 我没有见过那个人 一直以来 都是电话联系的 那 你为什么要答应这么做 唐柔好看的眉毛皱了一皱 王兴雅沉没了很久很久 外面的雨下得欲发的大起来 雨声噼里啪啦的打在地上 优先打在每个人的心里 我是黑色协会的会员 不知道是什么 让王兴雅下了决心 终于慢慢说到 黑色协会 我 我还是我们学校贫困学生 自助协会的会员 黑色协会是什么东东 黑色协会 是一个全球性的自杀者组织协会 全屋的人 包括唐二哥 都很大力地咽了一口唾沫 自杀者组织协会 自杀者组织协会 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这样的协会 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吭声 静待王兴雅的发言 王兴雅悠悠地叹了口气 这个协会 是已经厌世 却因为各种理由 而不得不在这个世上 苟延残喘的人组织的协会 每个人 都有一心求辞的理由 却又有不得不活下去的理由 也是 要真是一心要死 也别加入什么协会了 直接就死了 所有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 就是摆脱这个活着的理由 早早地去死 王兴雅不知想起了什么 浑身上下 抖得如同筛子一般 过了好半场 才平静下来 这个男人 他能帮我们 摆脱这一切 我们 傅梅杰遗正 你的意思是 你的印度朋友 也是这个协会中的一员 王兴雅慢慢 别了点头 是 我就是在这个协会中 认识她的 不只是她 还有那个 在你眼前出车祸的 地势司机 那个女鬼的本体 还有一个 大胡子海员 全都是 黑色协会的会员 这个协会的人 本就不多 每个人都彼此认识 参与这件事的人 我们私下 也都有过交流 傅梅杰没有问 王兴雅 为什么一定要死 也没有问她 不得不活着的理由是什么 每个人 有每个人的故事 这明显不能触及的伤口 还是尽量 不要触碰的好 现在 所有的布局都出现了 轮廓已经清洗 幕后主使人 不知从何种途径 获取了黑色协会的 会员资料 从中挑选几个 满足他们 在人世间的愿望 唯一的要求 就是要在指定的地方 用指定的方式去死 再利用全息投影技术 制造了一个 鬼杀的布局 难怪 傅梅杰此时终于明白 这些人临死之前 最后的表情 为什么是微笑的 那是一种心愿得偿的表现 每个人在自己最大的心愿 终于实现的时候 都会忍不住微笑的吧 不管这个心愿 是多么的匪夷所思 难怪王兴雅的眼神 是这么的飘忽迷茫 似乎对一切事情都不在意 原来 她的心思 根本就不在这个世界上 那你 那天晚上 我们 傅梅杰想起 自己和王兴雅那一阵 翡策缠绵 背后忍不住一阵 鸡皮疙瘩乱气 但是 当时王兴雅的表现 的确是很激情 很投入 不像是一个 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人 应该有的 那天 我 我服了药 药是 是有人快递送上门的 说 说是药我在和 和你之前服用 所以 所以我才 原来如此 幕后主使为了让王兴雅 不足痕迹的现身给自己 居然让她使用某种药物来刺激 那刚才在车上呢 刚才 在车上 傅梅杰吃惊的看着唐柔 我和王兴雅在车上 那么隐秘的行为 你 你 你也知道 唐柔白了她一眼 我错了 我以为我很聪明 原来是把别人想傻了 那个人说 王兴雅的脸色 罕见得红了一会儿 那个人说 要我半夜打电话 给她 而且 要在你面前 不惜一切和 和她气热 傅梅杰 鼻息一致 好狠 这一招不用说了 摆明了就是离间计 就是要让王兴雅 故意和自己 在唐柔面前亲热 以离间自己和唐柔的关系 酿稀皮 真毒啊 从唐柔昨晚到现在的表现 对自己有好感这一点 毋庸置疑了 相信没有哪一个寻常女子 看着喜欢的男人 张着自己的面 和别的女人亲热 会不心生怨愤 不过话说回来 为啥唐柔 突然会对自己有好感呢 不得而知 可是 傅梅杰忍不住偷看了一眼唐柔 她不会真的生气了吧 唐柔不知道想起了什么 脸色微微一红 又狠狠地弯了她一眼 今天的天气真是不错 雨好大呀 不管怎么样 整个事件终于水落石出了 没有鬼 没有女鬼 唐柔 唐柔深吸了一口气 好看的眉头又醋了一措 我还真有点不明白了 如果真的有人要杀你 为什么不直接一枪干掉你算了 非要绕这么大的一个弯子 说的也是 这个幕后主使 为什么不索性上来两枪解决问题 确定要用鬼杀这么邪门的法子呢 她的目的是什么 报告 一个大兵背着枪在门口进了个礼 唐二哥似乎没有听到 出神地看着房梁呢 什么事 唐柔道 我们在屋顶发现萤火物 唐柔看了看她手中拿着的一点油棉 只有这么一点 是 只发现了少量的油棉 好 我知道了 唐柔挥了挥手 她的眉毛皱着 其实蛮好看的 奇怪了 既然准备了油棉 那就是准备用火烧掉这里 为什么不索性准备两桶汽油 就是下雨 汽油也能烧着啊 唐二哥缓缓道 鬼是不会用汽油的 傅明杰一正 他说的正是关键呢 幕后主使费尽心力 准备了这么一处 就不会留下破绽 如果事先在房上 浇两大桶汽油 且不说汽油味会让人警觉 事后必然会被发掘 鬼是不会使用汽油的 用汽油点火的 必是人为啊 对付你们的这个人 汤二哥深吸了口气 很强 他已经准备好了万全之策 如果你和他一起被吊上房梁 就会在第一时间点火焚烧这里 这是木结构的砖瓦房 从屋顶点火 要不了多久 就会把这里所有的证据 烧得干干净净的 几块油棉 已经足够做到这一点了 事后还觉察不出丝毫的痕迹 看来连这个作案地点 也是精心策划的 唐二哥深深地看了傅明杰也 又看了看外面花花的大雨 你的运气还真不是一般的好啊 傅明杰看着屋外的大雨 苦笑 的确是运气好 今天下大雨 没有足够的汽油 根本无法在大雨中焚烧这间屋子 要是晴天 伙师一起 想救王兴雅就是千难万难了 没有王兴雅的陈述 就是两个万万 三个万万 也万万想不到这件事情的背后 有这么复杂的布置 所以说千算万算 也低不过老廷爷的 傅明杰一正 他忽然想起了陀罗 陀罗这一次 能不能逃过老廷爷一算呢 你 叫什么名字 唐二哥突然转过头 对着傅明杰 摸头啊 我叫傅明杰 唐二哥默默念叨了几遍这个名字 你得罪的是什么人 飙峰集团 唐柔抢先帮他说了 二哥 你不记得了 那天在平顶山 我飞车下山 差点撞出山崖 就是傅明杰和他妹妹救罗 后来还差点被你 唐二哥又看了一眼傅明杰 对对 我想起来了 是你 他走到傅明杰的身边 伸出一只手 我代表我们唐家 感谢你 傅明杰摸了摸鼻子 伸出手去 这事明显是唐如夸张了 可自己根本无从解释 受之有愧 受之有愧 唐二哥大力地握了握他的手 突然吸了口气 难怪刘晶晶前几天 无缘无故送了我 顿了一顿 没有继续 画风突然一转 如果是这样 这件事还真是有些不好办呢 二哥 唐柔大概是从小 跟这个二哥撒娇 叫这一双的时候 纤细的腰肢 还习惯性地扭了扭 他的裙摆 本来就已经开得够高的了 这一扭 真是风情万种啊 一双白花花的修长眉腿 顿时差点把某人的墨镜 都晃飞了 唐二哥叹了口气 本来 傅先生是小柔的救命恩人 这件事 应该替你讨个说法 但是 但是 小柔啊 你也知道 飙风集团的董事长 向把风 跟老爷子的关系也不错 而且 他是一个能量很大的人 不是万不得已 唐柔物资不一 二哥 你也看到这枪眼了 谁知道他是想杀谁 这件事 怎么能就这么算了 二哥 非要等我出事了 你才肯 唐二哥苦笑一声 如果刘晶晶真想动你 这里就不是两个铁丝环 是三个 你 不过是旁观者罢了 我最后要放下来 你才能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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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来 你才能放下来 你才能放下来